普普12月28日讯聚上海媒体姓名晚报报道 对党莫雷默和韩国中风经信运下赛季将确定留在生花 其他几名外援的去留将由崔康熙教练组作出评估 相关报道称 年初 与武汉卓尔合同洗满的姆比亚加蒙生花 当时还有不少声音质疑这笔签约是否值得 结果 他成为本赛季生花星园中给球迷留下最深印象的外援 由于赛事密集 联赛最后阶段包括雅冠 莫雷默 金信玉等多名球员受伤 生花很多时候只能以单外援出战 而这名外援 就是卡麦隆中尉姆比亚 整个赛季 姆比亚在中超出场12次 其中首发10次 总上场时间968分钟 仅次于温家宝和冯萧婷在后卫中排名第三 生花外援中 他出场时间最多 雅冠赛场 姆比亚出场5次 绝部首发 总上场时间433分钟 多场比赛 姆比亚出任中尉 成为生花后防的定海神针 中超正冠组淘汰赛第一轮首回合 他的表现堪称完美 面对上岗的豪华外援攻击群 他多次舍深度枪眼 对手的进攻只拍花步结果 两回合生花有希望淘汰上岗 只可惜在点球决胜中莫拜 生花与姆比亚接了一年合同 年底到齐 在多哈的雅冠小组赛结束后 姆比亚直接飞去巴黎再转回卡麦隆 并没有像莫雷默和金信玉那样 随对回到上海 关于他是否出现在生花新赛季的阵容中 成为球迷关心的问题 此前有消息称 续约谈判进展不顺 是因为姆比亚要求大幅掌心甚至翻倍 这个要求生花俱乐部较难满足 球队也考虑他的年龄 他卖龙中卫明年将满35岁 是否还能保证上赛季的身体状态 雅冠最后一场小组赛对阵未删现代 姆比亚虽然首发 但因为有伤在身 表现和之前判若两人 姆比亚肯定是希望能留在生花 而且提出至少签两年的新合同 这个要求对生花来说有点为难 因为33岁以上外圆生花疑虑是一年一千 尽管俱乐部认可姆比亚的能力和态度 但中卫位置上是否有所改变 要听主帅崔康熙的意见 按照中超新政外圆年薪不得高于税前300万欧元 但崔帅认为可以找到更好的 姆比亚外 新赛季生花的外圆阵容可能还有变化 上赛季中间的马丁斯已离开球队 中期来的厄瓜多尔前锋马丁内斯也铁定不会续约 与他的同胞伯拉尼奥斯同期加盟后为生花攻入三球 雅冠期间又留在康乔基地训练了一个月 是否续约 留待崔康熙教练组做出评估 而目前无求可递的沙拉维仍寻求租借一假 近期不会回到生花 至于年初租借给曼联的伊哈洛 英国媒体披露 尼日利亚中锋结束租期将回到生花 是否留用也带定夺 现在生花新赛季肯定留用的外援 是队长莫雷默和韩国中锋金信玉 展示首帘 贸甸